主料,排骨500克,黄豆酱100克,主料,油,盐,葱,姜,刚红辣椒,啪嚼,香叶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排骨凉水下锅,煮开后捞出,用温水冲洗净浮沫,沥干水分备用,葱,姜,刚红辣椒,啪嚼,香叶铺在高压锅底,倒入沥干水分的排骨, 添加美国的热水,添加适量的盐,黄豆酱,料酒和一点点汤,开大火,上气后转中火压5分钟关火,烹饪技巧 一,高压多自然排气后,打开锅盖,捞出排骨单放,然后撇去汤汁表面的油花,盛出部分排骨汤,浇在排骨上,吃起来是鲜香不由于,二剩下的排骨汤做面条是最棒的, 等排骨汤凉透后,把表面凝固的油脂捞出,下段可以炒干锅煮,可以添加适量热水稀释,只用盐调一下鲜蛋口,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蔬菜,添加在汤里面煮,白菜,土豆,鱼豆或油菜都不错的,其余调味无需添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